好 今天主要來講一下就是怎麼樣利用大家互助合作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彼此都可以賺到錢 我們提供了一個聯盟行銷的平台 聯盟行銷平台呢 我在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自己有像鄭景聰老師就是松岩網路科技 購買了一套網路行銷的後台 那這個後台呢 主要就是用來做聯盟行銷 所謂的聯盟行銷就是說 每一個人呢 譬如說我是一個原廠 就是產品的供應商 然後我上架的產品呢 不只是我自己可以賣 我還可以請大家來成為經銷商 大家來幫我賣 那大家來幫我賣的話呢 我會給大家一個獎金 只要有賣出去的話呢 就會給佣金 所以就 大家就是成為推薦夥伴 那我自己呢 就是一個廠商的身份 那如何去成為推薦夥伴呢 這邊有一個註冊網址 加入聯盟行銷推薦夥伴 那你們只要在這邊 輸入你的帳號 然後檢查一下是不是有人在使用 這個因為我已經申請過了 所以 譬如說12好了 002好了 然後檢查一下有沒有人在使用 然後密碼呢 自己去取一個密碼 好 姓名呢 要記得打您自己的姓名喔 譬如說 打英文或中文都可以 但是 最好是打中文啦 這樣到時候我要匯款到你們自己的那個 戶頭裡面去的時候 我才知道這個是誰 譬如說我打我自己的名字 然後我的email 打我的email 然後呢 打我的聯絡電話 這樣如果到時候匯款有問題的時候 我還可以電話通知你們 那申請完畢之後呢 這個管理帳號跟密碼 自己一定要記得喔 因為我們申請完之後 必須登入後台去 登入後台之後可以看到自己 這個月是不是有訂單產生 然後有沒有獎金收入 好 確定送出 那送出之後呢 大家去自己的信箱裡面 看一下有沒有信件 好 這是我自己的webmail 我來查一下我有沒有信件進來 所以我來查一下 我來查一下 好 疯了 說一次 我幫你勸了 我來找的 你來找我 好 然後我們收到這封信之後呢 就在這邊看到 既見者EatTrack客服部 然後主旨就寫 加入聯盟行銷推薦夥伴 確認郵件點一下點開 然後你會發現這封信會寫 哈囉 某某某 這個就是你在註冊推薦夥伴的時候的名字 非常感謝你訂閱聯盟吧網路創業私密日記 好 這個就是我這一個聯盟行銷平台的名字 然後請點擊以下的確認連結 以下連結確認你的電子郵件信箱 好 那這邊記得去點一下 好 點完之後他會告訴你說 OK 信箱認證成功了 電子信箱認證成功 歡迎你使用推薦夥伴系統 那你就會成為推薦夥伴 然後推薦夥伴呢 他自己會有 你們自己的後台 這邊有一個推薦夥伴的管理後台 點一下 好 大家記得一下 這個可以不用記 這個就是每一個推薦夥伴 你們申請完畢之後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後台 就是 www.etrack.com.tw 斜線user 斜線user 被我弄丟了 好 這個 然後你要登入你剛剛輸入的那一個帳號密碼 我剛剛是用daemon002 密碼輸入進去 然後檢查碼就是右邊的這個數字 英文VCED 這個每次都會跳 VCED 然後登入的有效期限 我把它永久 這樣以後如果直接登入的時候就可以 不用再記帳號密碼了 好 登入 那當然你要確保一下這個網站只有你自己在用 然後 因為你這樣子別人不用記帳號密碼就可以到後台了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推薦活動 推薦活動就是 如果我這邊 我是廠商嘛 我這邊如果舉辦活動的話 那這邊就會跑出活動名稱 然後會有一個活動頁的連結 那如果 大家把這個連結拿去張貼在facebook啊 或者是email給你的朋友啊 那你朋友點了這個連結之後 就會知道那個朋友是你介紹的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推薦產品 那推薦產品這邊 我目前放了一個網路行銷旅遊班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一下午開的課 那這個課程呢 我現在對外是發佈三萬八千塊的售價 那佣金比例有20% 所以每個人如果推廣這個課程的話 等於你們可以賺到七千六百塊 對不對 三千八 三千八乘以二 六千 七千六百塊沒有錯 好 那怎麼推廣呢 就在這邊 這邊有個商品的推廣連結有沒有 推廣商品的連結就是這一串 就是這一串 你看喔 前面這一串其實 大家都一樣 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我把它貼到那個網址列這邊來 好 夠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頁 這一頁大家都長得一樣 這頁大家都長得一樣 然後最後最下面有個付款方式 立即購買等等 那這一頁呢 大家都長得一樣 但是唯一不一樣的是後面 你看一下 後面這邊帶的是誰的名字 如果是帶的是我的名字 DAMON002的話 DAMON002的話 看到的網頁也一樣 但是我這邊就會知道 是誰推薦的 就是DAMON002 那到時候我們就會依照這個ID 這個帳號來撥發獎金給這個DAMON002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推薦連結 在這邊 每一個人登入這個推薦夥伴管理系統的後台的時候 都會看到自己的推薦連結 這個小箭頭點下去就是直接跳到這個網頁 後面都會帶你們自己的ID 所以我們只要去曝光這個網址就可以了 怎麼去曝光這個網址呢 很簡單 譬如說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我現在去Facebook 登入之後呢 我就在我的Facebook上面PO PO文章 那我就寫 下週一開始 展開網路 展開網路 行銷 旅遊班 第六期 課程 為期8週 免費 複訓一年 詳細內容 精彩可奇 要唬爛一點 請參閱 然後把它貼上去 好 就這樣子 哇 電話來了 等一下 好了 那 網址貼上去之後呢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東西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 新增一下照片好了 然後 我們去找一張照片 找一張我部落格的照片比較好看 找一張 好 之前有去旅遊的照片 找一張那個上次有貼上去的照片 我們先把剛剛的字先copy起來 不然等一下不見了 好 先把它貼到文字檔裡面 把它放到旁邊去 先去找一張照片 上次貼了一張 大家的團體照 好 這個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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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張照片 然後怎麼copy呢 按右鍵 圖片另存新檔就好了 然後把它存在我的桌面好了 這個是 喔 好了 喔 好了 團體照 好 然後開始去 再去刊登一次 把剛剛的那個 直接貼上去就好了 太好了 然後相片 上傳剛剛那個相片 我剛剛放在桌面 這張 好 這樣子有照片 然後有網址 喊留言 下週一開始 下週一是 4月22號 是嗎 下週一是8 19 21 22 對 22號 下週一是22號開始 展開網路行銷旅遊班 第六期的課程 為期八週 免費附訓一年 詳細內容精彩可及 請參考 留言 好 那這樣子人家如果覺得說 這個不錯 他想要去了解一下 點這個網址 那他就會帶你自己的 你自己 你自己申請的ID 那如果有人報名的話呢 牛奶爸這邊就會播 7600塊的獎金 OK 就這麼簡單 OK 好 這個是報名頁的完整內容 就是我要教的課程內容有哪些 好 那 你們可以到 自己的 後台去 自己的後台 看一下 推薦產品 那這個推薦產品呢 之後我平均每個禮拜 我都會新增一個產品 那 也歡迎大家 如果是我們牛奶爸團隊的學員 我們每一個人自己有找到很不錯的商品的話 好我們來討論一下看適不適合把它放到網站上 那我就會幫大家把那一個 網站做成像這個樣子 單頁的銷售頁面 然後讓大家一起去幫你賣這個東西 那當然你要跟我講一下就是 你這個東西利潤有多少 那我們要撥發百分之幾的佣金給 幫你推薦成功的學員 好像像剛剛這邊 這個是佣金比例是百分之二十 因為這個課程是 等於說這個全部在賣knowhow嘛 所以不用實體的成本 那 我可以撥發比較多的佣金 那有些商品可能只能撥百分之五啊 或百分之二啊 那我們要討論一下說 你這樣怎麼做才不會虧本 讓大家去幫你推廣 ok 那我們的 底下還有訂單查詢 就是說如果推薦成功 人家下訂了 那這邊就會產生一個訂單 你就會知道說 你的訂單金額多少 然後可以獲得 獲得多少佣金 這邊有個佣金報表 可以收到多少錢 那推薦名單就是說 假設 你去推薦這個 有人填表之後 你這邊還可以看到 你推薦了誰進來 之後我們 如果大家已經登入這個夥伴管理系統的話 而且實際在運作 我們每個禮拜會去發電子郵件嘛 那 每個禮拜 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搞不好我們過了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開始慢慢對這個系統越來越熟悉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知道 這個系統怎麼運作比較好玩 而且可以賺到錢 那記得 在這邊 我的帳戶這邊 填一下 你這邊 要填一下你的匯款資訊 就是如果 譬如說這個 課程活動你推薦出去有賺到7600塊 那我要把錢匯給你啊 你這邊要 Key你的那一個你自己的帳號 銀行帳號 讓我知道 才有辦法轉帳給你 然後填完之後 這邊記得按送出 好 記得填的時候 譬如說 我這邊示範一次 應該 應該大家都知道啦 譬如說 合作金庫 代號 寫一下代號 006 然後 帳戶 我如果是電腦轉帳的話 其實我不需要知道這個帳戶名稱啊 那大家還是寫一下好了 萬一你賺太多錢的話 我可能 ATM轉不過去 必須到銀行零貴去匯款 所以寫一下 然後那個 好 帳號 1092872 0377 19 不要照抄我的 你要填你們自己的 好 然後確定送出 那這樣以後 我才會在後台看到 該匯款到你們的那個 哪一個帳戶去 OK 好 有任何 有任何疑問的話 可以再 我們再 再問我 OK 那今天的教學到這邊